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宾馆里,闺蜜哭着,求我去救她 可当我被她的男朋友领虏折磨时 她却夺路而逃 更可怕的是我醒过来后 床边赫然站着桌间的丈夫 她怒气冲冲地拽着我的头发 将我暴打了一顿荡妇 不要脸的女人 几天后,我被领虏的私密视频 被曝光到了网上 我绝望跳楼而死 却在半空中看见举杯庆祝的闺蜜和丈夫 原来,一切都是阴谋 在睁眼,我竟然回到了 闺蜜给我打电话求救的那一天 一阵急促的铃声将我书弟惊醒 我下意识地接通电话 快来救我呀,知义 陈斌他要杀了我 林云奇凄厉可怜的惨叫声响彻房间 电话里还隐隐约约地传来砸门的声响 我的心脏也随着那暴力的砸门声咚咚作响 我竟然重生了 我激动得几乎要拿不住手机 前世就在这一天 闺蜜林云奇,祈求我去宾馆救他 他哭得肝肠寸断 我来不及多想就匆匆忙忙赶了过去 结果我到了之后 他夺门而出 我却沦为了这场暴力的牺牲品 而赶来的丈夫陆成安 不分清红皂白地认为我出轨 可我死后 却看到了他和林云奇相缠拥吻的画面 林云奇得意地娇笑 有钱学习好又有什么用 乔之意就是个墨脑子的蠢货 陆成安搂住他的肩膀 低头响亮地亲了一口 现在都是我们的了,宝贝 一个我从小帮到大的闺蜜 一个靠我养着的小白脸 可就是吸血鬼事的两个人 利用林云奇的人渣男朋友和愚蠢的我 来给他们疼位置 好极了,重生一世 我要亲眼看着你们下地狱 我装作着急的样子到云奇 你别怕,我马上报警 林云奇脱口而出别报警 随后,他又可怜兮兮地说之意 我不想让他坐牢 再说,他坐牢后出来也不会放过我的 知意,你最好了 求求你,赶快来 好,我马上去 林云奇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 我打开了电视 找到我前世一直在追 但因为林云奇的迫事中断的连续剧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 林云奇又打来了电话 他在那头明显焦虑了许多知意 你到了吗? 我边嗑瓜子边说云奇 路上堵车了 啊,那你快点 我的门快被他踹坏了 嗯嗯,知道了 我又为自己开了一瓶快乐肥宅水 十几分钟后 林云奇又打了过来 这次声音明显不耐你到了墨 我外头吐了一嘴瓜子皮 语气含糊不清墨呀 他的声音明显气愤了 许多我被他删了好几个巴掌 你怎么不知道心疼人 赶快来 我去干什么 替你挨打 前世我还真打磨傻 觉得对闺蜜就要两肋插刀 不管他受了什么委屈 我肯定要为他出气 为此 我得罪了许多与我无关的人 而他通常在我为他吵完架后 又马上和好 弄得我里外不是人 但他每次又会跟我道歉 我想闺蜜是自己选择的家人 所以总是心软地原谅他 真的 我现在好想穿越回去给自己两巴掌 逗米恩生米愁 我清了清嗓子亲爱的 你不懂 打是亲骂是爱 踹上两脚最实在 他好像察觉出来我不想去了 气急败坏的 说那你别来了 就让他打死我好了 打死你最好 嗯 啥 好的那我不去了 幸好不好亲爱的 就先这样吧 啪的一声 我挂断了电话 林云琪不可置信的声音 瞬间被截断 临近傍晚的时候 林云琪回来了 是的 他住在我的家 半年前他哭着来找我说 前男友一直威胁他要杀了他 他自己一个人不敢住 所以我收留了他 这一住就是半年 林云琪脸上带着红肿的印记 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我有点诧异 陈斌打得还不轻呢 啪的一声 林云琪愤怒地将包摔在我的面前 你为什么不去救我 我被打成这个样子你 还有空客瓜子 呵呵 我不去加入揍你 就已经很好了 我没什么表情到 我不是告诉你我堵车吗 他一脸轻蔑地看着我堵车 能堵那么长时间 哼 我看你就是不想去 我利落地点了点头对 我就是不想去 林云琪错愕地呆住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冤大头不想当了 很意外嘛 小姐姐 一直在旁边看我们争执的陆辰安 此时站出来 挡在林云琪的身前 用一种谴责的语气冲着我说他 可是你的好闺蜜呀 闺蜜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 你怎么这么心狠 看着他挨打 林云琪好像是觉得有人撑腰了 瞬间哭了出来 他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哽咽地说没事的 我不怪他 我冷笑地看着这对狗男女 不紧不慢到从现在开始 那就不是了 我收拾他的烂摊子 收拾得够够的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林云琪瞬间抬头 失声尖叫你说什么 我盯着他的眼睛 纳闷到前世怎么那抹眼瞎 他的眼睛里明晃晃地暗藏很毒 我却全都忽略了 我看着呆若木鸡的两个人 一字一顿到林云琪 你从我家搬出去 住了半年了 房钱水电和其他衣食住行 给你打个折 三万就行 陆晨安愤慨地替他 明不凭你忍心吗 让他一个女孩子出去住哪呀 还有你现在这磨那磨扣 你一个老板缺这点钱吗 我伸出手来 指着他的鼻子道 还有你 你也给我搬出去 陆晨安瞳孔骤然紧缩 色力内忍到这是我的家 我凭什么搬出去 他没有工作 衣食住行都是我在掏钱 他才舍不得我这个摇钱树 我不紧不慢道 我们俩离婚吧 离婚后你就可以搬出去了 陆晨安惊恶地说不出话来 胡一又惊慌地看着我 最终结结巴巴到这 不是说林云琪的事吗 怎么扯到咱俩身上来了 宝贝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我又转头看向林云琪赶紧地吧 别是当寄生虫当习惯了 不想走了 陆晨安可能是怕我再找他麻烦 马上顺着我的话对林云琪道 要不你就先搬走吧 一直在这也不是个事啊 林云琪脸色长得通红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他不可置信地盯着陆晨安 而陆晨安背对着我拼命地朝他使眼色 可这个傻子不知道他面前就有一面镜子 林云琪今天又是挨打又是被羞辱 他的眼里迸发出狠毒的光 什么闺蜜 都是假的 你以为我稀罕 要不是你求我来 打死我也不来 哈哈 他真是黑白颠倒的一把好手 当时哭哭啼啼地挽着我的胳膊 到了半夜十二点都不走 我就留他住下了 结果他自动默认了 我同意他长时间居住 好一个厚颜无耻之徒 他开始回屋 大张旗鼓地收拾起了东西 我走了进去 将他放入行李箱的贵妇化妆品拿了出来 他刷地盯着我 恨恨到别碰我的东西 我笑了 反问到你的 购买记录拿出来 住着别人的房间 用着别人的东西 却理所当然地世未及有 他顿了两秒 眼眶泛红 一脸屈辱地控诉 你非要对我这样吗 我疑惑 我对你哪样了 他坚声吼道 你都拥有那么多护肤品了 为时膜还要跟我抢这几件 我淡淡道 这是我的 我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他咬牙切齿到我才不稀罕 什么破烂货 话虽这么说 可他的手还在紧紧 攥着瓶子不撒手 我笑了笑 俯身使劲一抽 拿到后 直接扔到了垃圾桶里 他彻底崩溃了 撒泼式的大吼大叫 你个恶毒的女人 要不是你 我会这么惨吗 我有多少个有钱的男朋友 都是你搅黄的 我又有多少个机会被你毁了 他怨恨地看着我 我算是明白了 你就见不得我好 上次我听你的话 没有报名 沙塞尔公司的报名 完全是个错误 我马上去报名 从今以后 你再也别想插手我的事情 说完 他拉着箱子往外走去 突然 我扬声喊停 他有些期待式地停下了脚步 像只骄傲的孔雀一样 昂起头 冷哼了一声 就算你求我 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吃笑一声 上前将他戴的项链手镯 全部薅了下来 滚吧 我的东西 扔了也不能让他带走 随后一把将带住的他 推出门外 几秒后他 气急败坏地 在外面破口大骂 脱去我自动为他戴的闺蜜光环 林琪真的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蠢货 他的男朋友 不但花心还打他 他却一脸陶醉地跟我说 你不觉得他很有男人味吗 但凡我说中了几句 林琪又会一心地盯着 我你可不要喜欢我男朋友啊 但当我真不管他了 他又会跑来控诉我 这个闺蜜当得不称职 我现在是明白了 什么郭配什么盖 最重要的是沙塞尔公司 我还特意去查了他 一个什么资质都没有的包皮公司 却敢号称要去国际大赛走秀 最近跟标钱一样 吸引年轻女孩来参加 给的工资还很多 意图非常的明显 之前林云琪非常想去 我坚决地制止了他 因为几年前就有这种新型手段 来拐卖年轻女孩 先是给出甜头 然后不断地画大饼 等他们的警惕心完全消失后 再将他们带出国外 而到了国外 他们连带那个公司 都会彻底消失不见 可这次林云琪你赶着去找死 那我再也不会阻挡你去 寻求自己所谓的梦想了 至于陆晨安 别急 一个一个来 赶走了林云琪之后 我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外地 因为我要去挖一个人 沈福厅 未来的国际超模 现在是某南方小渔村的一名打工人 半年以后 会有偶然旅游的星探挖走他 三个月后 他一炮而红 模特界势不可挡的一颗冉冉星星 此时 这颗星星正将菜单递给我 他微笑的弧度 都是耐磨具有感染力 我将墨镜往上扶起 笑着递出我的名片 S市的职业经理人 乔知义 这是我公司 感兴趣来试一试吗 沈福厅先是愣住了 而后又仔细端详了名片 最后谨慎开口道 让我考虑考虑可以吗 我宽容地笑了笑当然 两天后 我的手机收到了 沈福厅的肯定资讯 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心 就又发现了一些精彩的内容 在我重生之后 我就悄悄在家里的各个房间内 装了摄像头 而这些摄像头 果然莫让我失望 此时 陆陈安和林云琪 正在我的房间里翻云覆雨 两人纠缠得不分彼此 画面十分的热辣 而更让我震惊的是 这几天 他除了约林云琪之外 还约了几个其他的女孩 人挺菜胃口挺大呀 陆陈安 带着沈福厅回来两天后 我又带着他和我的合伙人 去了征询饭店谈合作 迎面却碰见了林云琪 几天墨线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烫了卷发 化着烟熏装 脖子上戴着夸张的宝石项链 身上披着皮草 他看见了我 马上趾高气扬地向我走近 脚上的高跟踩的咚咚作响 他娇笑着 伸着手上的钻石戒指 跟我显摆呦呦呦 这不是乔老板吗 许久不见 过得怎么样 我笑咪咪倒还行 他挑了挑眉 伸手挽着身旁的人 向我介绍 这是我老板 姓尹 法国人 他可比你大方多了 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 是以前的两倍多 要我说 真不是所有人都有个老板呀 林云琪在我公司时 个人业务并不突出 但我还是会付给他 高于市场价的工资 不管他当月有没有工作 两万块钱照付 现在看来他倒是觉得在我这里吃了好多亏 我没有理会他这句话 和尹老板相互简单问候了一下 之后他笑而不语 搂着林云琪的腰看我们 我默默打量了一下这个尹老板 亚裔脸 越南口音 却说自己是个法国人 公司旗下的模特 没有一个在主流杂志出现过 没有知名度 公司注册登记 地址不一 曹多五口 直到我的合伙人告诉我 这些人接触灰色地带 我才确定这是一场杀猪盘 不过 这关我什么事呢 有人尚赶着找死 拦都拦不住 林云琪这时看见了我身旁的沈福厅 不屑地翻了个白眼 他走到沈福厅的身旁 绕了一圈 上下打量 抬起手 捂着嘴巴笑的花枝 乱颤你公司要倒闭了吗 从哪找了的黑妞啊 林云琪真是白进圈里纳摩多年了 还是纳摩肤浅 沈福厅除了黑点 他的比例和骨骼线条 比林云琪出色 不知道多少倍 更重要的是他的脸 皮薄肉紧的同时 极具个人风格 林云琪这种钟爱 往脸上动刀打玻尿酸的人 不会懂的 身旁的沈福厅倒是沉得住气 表情淡淡 扫了他一眼后 再默看他 我抬手搂住了沈福厅 朝林云琪到 鼻子上的甲体歪了 该不补了 林云琪梳地瞳孔放大 抬手就摸自己的鼻子 我拉着笑出来的沈福厅 侧身走了 不再理会背后 某人气急败坏的骂声 等我们到了包厢后 我察觉出来了 沈福厅明显失落了很多 其实也正常 他现在只是一个 没有阅历的小女孩 不过不要紧 从现在起 他只会越来越强 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年轻女孩的身体 还很单薄 但他的眼神是坚韧的 像是有一处 熊熊燃烧燃烧的火苗 我轻声说到福厅 你相信吗 你未来的成就会是 超乎想象的高 沈福厅定定地望着我 慢慢地 他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信 知一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忙得焦头烂额 一边处理公司的事情 一边为沈福厅找最好的老师 至于陆成安 我本想过段时间处理他 可耐不住 他来我面前犯件 我看着车库里 他鬼鬼祟祟的身影 了然于心 上次他和林云奇 莫杀成功我 震膜可能轻易放弃 我笑了笑 但并没有马上报警 现在报警送他去坐牢 那真是太便宜他了 我将手机里 林云奇和陆成安的 私密视频 发给了陈斌 陈斌和林云奇 分分合合 但始终没有彻底断联 陈斌不但占有欲强 还十分狂躁暴力 就陆成安那小身板 不知道能扛得住几下 我在房间里预估着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立刻提着包走了出去 而就在出了 单元楼的那个转角 我看见了一脸铁青的陈斌 我心里一惊 他来得这么快 但好极了 我果然没有猜错 陈斌一定会来 我压着帽子 从他面前快速走过 他急于找陆成安病 没有认出我 我出了社区后 转身进了一家饭店 过了一会调出家里监控 此时陈斌已经进去了 他正挥起拳头 砸向陆成安的脸 这一幕顿时让我想起前世 陈斌侮辱我 陆成安恶意打我 心里瞬间仿佛泛起刺痛的涟漪 钻心之痛也形容不过 现在 这报应通通还给了两人 陆成安体型太过单薄 一直是挨打的份 梅衣会比青莲肿的阵阵惨叫 他求饶道歉 通通没用 陈斌仿佛是湿了之的野兽 星红的双眼死死盯着陆成安 陆成安连滚带爬地跑去了厨房 陈斌紧跟着他进了去 到了这 我就看不见画面了 只听见撕心裂肺的吼叫 令人毛骨悚然 没一会 陆成安浑身带血地跑来出来 他的腹部插着一把刀 而身后的陈斌竟然也没好到哪里 他的眼睛里赫然插着一只筷子 他单手捂着眼睛 鲜红的血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眼眶里流出 他此时的状态很可怕 像是感受不到疼一样 脸阴沉抽搐 快步上前 抓住陆成安的领子 就往后拖 陆成安的眼里透出绝望 声音凄厉地大叫 救命啊 杀人了 陆成安明明离门口一步之遥 最后还是被陈斌暴力拖拽了回去 他阴侧侧地笑了声 一个爆摔将陆成安摔倒在地 陈斌朝他吐了口吐沫 声音很力感动我的人 那就记住这感觉 下一瞬 在陆成安惊恐的表情下 陈斌抬起脚朝他的小腿重重踩去 咔嚓一声 骨头断裂 陆成安疼得几乎要撕破喉咙 腿不断地抽搐下 竟然尿失尽了 陈斌打完人就自首了 远景感到后陆成安已经晕死了过去 经鉴定后陆成安伤得很重 那一刀直接捅破了他的肝脏 造成大量出血 引起失血性休克 经过整整三天的抢救才活下来 而他的小腿也被暴力打折 以后走路或许会落下后遗症 陈斌私闯民宅持刀杀人 对他犯下大罪供认不讳 最终被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而林云奇在这场闹剧的从史之中都完美隐身 除了他临出国前来看来陆成安的那一次 他俩发生了很大的争吵 我特地在陆成安的病床下安装了录音器 他们的对话被清晰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陆成安的声音非常愤怒你他妈的把老子害成什么样了 贱人 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 林云奇情绪比他稳定得多 轻飘飘道 那是你没用 再说了 你不也左拥右抱吗 我凭什么不能多一个男朋友 砰的一声 重物垂在床上的声音 陆成安增物的吼道 害人惊 谁沾上你都得倒霉 我祝你不得好死 林云奇冷笑一声 直接上前打了动弹不得的陆成安一巴掌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不过是乔之义的一条狗罢了 我当时睡你也不过是因为乔之义 否则你这种货色怎么能入得了我的眼 陆成安弃的大力摇晃着病床 口里嘶哑嘀吼 他气急败坏 奋力一扫 桌面上的杯子全都掉落在地 贱货 我要告诉乔之义你要谋杀他 让你这个贱人坐牢 林云奇不怒返笑 嘲讽到可他车里的刹车线是你弄坏的 要坐牢也是你这个白痴啊 哈哈 说完 林云奇边笑边拍手地走了 他现在风光无比 坐着去大洋彼岸的超磨梦 殊不知他的也要噩梦开始了 经过一段康复治疗后 陆成安可以稍微下床了 但他还是没办法走路 整天郁郁寡欢地躺在床上 我并没有将他带回家 而是租了一个破坪房 将他放置在里面 他无父无母 所以除了我之外 没人管他 陆成安已经明白 我知道他和林云奇的奸情 还妄想我会原谅他 他将那段脱轨的经历 全部一股脑地 推到了林云奇的身上 他就是个白眼狼 知意 要不是他勾引我 我怎么可能会看得上 这样的货色 我看你们是一丘之合 我没有给他找护工 而是扔了点素食 让他自生自灭 同时 我又联系了那些 被他欺骗的女生 并透露了他现在的住址 那几个女生 年龄有大有小 但脾气可都是大大的 上来先是轮流扇了 陆成安两轮巴掌 陆成安理亏地捂着脑袋 连忙求饶 一个成熟一些的女生 上来拽起了他的头发 重重地给了他一巴掌 你他妈的畜生 一个小白脸 还好意思出轨 你怎么不去吃屎呢 陆成安的脸此时红肿不堪 像个猪头一样鼓起来 他结结巴巴道我们 不是你请我愿吗 话还没说完 另一个女生突然抱起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 陆成安瞬间痛苦倒地 额头冒出黄豆大的汗水 女生那一脚估计踹到了他的伤口上 还跟我说公司是你的 房子是你的 你怎么那么能装 我说平时怎么买东西都我付钱 你个不要脸的小白脸 陆成安麻木地沉默着 过了好久 那群女生发泄过后才愤然离去 我在他们走后进去看了眼他 陆成安此时蜷缩一团哽咽哭泣 我笑了笑 这就受不了了 但是还没完呢 我离开时报了警 原警马上逮捕了陆成安 他被抓时不可置信的大吼大叫 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我拿出清晰的视频 里面记录了陆成安从史之中东目的明确 弄坏刹车油管 还有病房里他和林云齐自报 证据充足 铁板钉钉的事实 陆成安瞬间眼里一片灰迹 他腿脚发软瘫了下去 突然 他反应过来 哭得T泪纵横 跪在我面前 忏悔我知道错了之意 我就是鬼迷心窍 我不是东西 之意放过我吧 他在没有机会 因为原警将他拖拽了出去 我冷冷地看着他 陆成安本质上就是恩将仇报的人 我将他从底层拽出来 或许他从开始是感激我的 但这感激并没有维持多久 就自动转化成了极度 从他妄图插手我的公司 就开始展现端倪 一条未不熟的狗 陆成安被逮捕后 承认了一切罪名 并供出了林云齐的犯罪事实 他最终因恶意破坏交通工具罪 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而至于林云齐 他失踪了 几天前 他的公司组织这批模特 去海外走秀 却在东南亚的一个小国转机时 消失不现 我想 他这辈子都有可能回不来了 沈福厅的初次走秀非常成功 而他的第一次竟然毫不怯场 舒展而有形身体 自信大方的微笑 沈福厅专注 自信 优雅 灵动 秀场下无数的摄像机 统一对准了他 沈福厅反而更加松弛 无论是亚洲人 还是欧洲人 都惊叹这位出出茅庐的东方美人 鲜花与掌声蜂拥而至 这次秀场过后 沈福厅的名声飞速上涨 时尚达人称他为月光下的明珠 一时间 无数合作的橄榄枝 争先抢后地递过来 与他的名声一同增长的 还有公司的市值 我与董事们一边开会与商谈 一边全程跟进沈福厅的业务 整整三个月 我几乎没有睡过整觉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的公司 在这短短三个月规模扩张了近两倍 订单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娱乐必报 各大媒体上纷纷报道着 这位闪耀的新星 我作为他的老板和经纪人 也共同出席了几次活动 曝光量在短时间内成倍增长 在连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我和沈福厅终于有时间 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露天泳池旁 他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 手里端着一杯红酒 新红的液体在酒杯里轻轻摇晃 突然 他歪头看我这感觉真好 知一解 我将头轻轻搭在膝盖上 轻声说你值得的 我们两个的目光汇聚到了一起 笑了起来 不约而同地举起酒杯 我们只会越来越好 一定 而就在这位数不多的两天假期 我却接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电话 那是一个凌晨 我迷迷糊糊的接通电话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压低 却有万分惊喜的声音 他的声音明显带着惊恐害怕的意味之意 求你救救我 我的眼睛瞬间睁开 困意醒了一大半凌云期 你莫死啊 那头秃地顿了一下 估计是想骂我又忍了下去 他语气艰涩之意 现在莫人能帮我了 我爸妈不管我 你不能不管我 林云期是七岁 就跟男朋友私奔 还卷跑了家里的钱 他家里后来还接纳了他两次 却没想到他顾忌重施 甚至利用家人的身份资讯解代 现在他爸妈不打死他 就算好的了 我懒洋洋道我 卫石膜要管你 你以为你是谁 林云期呜呜地哭泣起来 指引你不要这样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其实你还是在乎我的事吗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别着膜不要脸 你还有事吗 没事我挂了 大晚上的好不容易睡个好觉 全让这惹势精给搅乱了 林云期声音颤抖之意 算我求你了 你借我五百万吧 五百万对你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却能买我的命 我的手指已经被他们砍掉了三根 我不想失去剩下的手指 我求求你了 他压抑的哭声不断升高 嘴里不断地祈求着我 五百万我倒是有 但我凭什么要给他 我淡淡到不见 那边的哭声戛然而止 他的声音尖锐刻薄你 永远内膜自私 明明得到的已经纳膜多了 却还是不舍得分给我哪怕一点 紧接着他记恨地说 审服厅才去了你公司多久 就那磨红 而我呢 你明明就有能力把我捧红 却故意把我养肺 你的心到底多么歹毒 红这个东西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更何况 林云齐的身体条件 原本就一般 他认不清现实 却妄想一步登天 哪里来的这魔多好事呢 我笑了林云齐 要不要你自己去照照镜子 身体条件决定了你的上限 你的比例实在太差了 我即使用金山捧你 你也出不了名 林云齐仿如疯了一样 大喊大叫你胡说八道 他大口呼吸 不一会 自己又平静了下来 秃地 他咯吱咯吱地笑了起来 我皱了皱眉 林云齐的精神状态实在堪忧 在国外这段时间 应该莫少受戳磨 他用一种又红的语气 缓缓到乔之意 你是个商人 那不如我们作弊买卖如何 我有些好奇 什么买卖 你把审服厅送过来 我老板给你订金五百万 等他后续挣了钱 我们给你分红 我听了 眉头直跳你疯了吧 林云齐越说约 兴奋我莫疯 你带着他来越南 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听话 这样我也能回去 我冷笑做梦去吧 林云齐扯着嗓子大吼大叫 因为自己很高尚嘛 你不这样做我就会死 那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不紧不慢道 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 不再等他的反应 直接挂断电话 六个月后 林云齐竟然回国了 他搭上了当地华人救援组织 成功回了国 而那个华人 却跑来我公司 找我要钱 我怎么可能给 直接报了警 刹车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呢 他倒是直接跑回来了 正好自投罗网 再见到林云齐时 我真的大吃一惊 几乎快要认不出来 原来他说的手指被砍掉 不是骗我的 他的左手五根手指 全被齐根砍断 右边只剩了三根 而他自从回来 就一直在医院抢救 原因是他现在太虚弱了 瘦得几乎不成人形 可以说只剩一副骨头架子 也不畏过 检查后 医生还发现 他的某些器官被摘除了 并且摘除手术非常的粗糙 伤口有不同程度的感染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还有些意识 紧剩的几根手指 紧紧地攥住我的一脚 气弱油丝 却眼含恨意 都是你害的 你害的 旁边的沈福厅 一巴掌打下他的手 他单单笑了笑 你自找的 赖不得别人 好好治病 还得坐牢呢 林云奇 极度地看着沈福厅 两根手指静拦着 突然 他大口呼吸起来 眼皮也开始往上翻 医生马上进来 将他推进了急诊 我和沈福厅笑了笑 不愿意再浪费时间 在他身上 便一起离开了 林云奇死了 死在他逃回来的第三天 那时 我和沈福厅 正在F国 我听了消息之后 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也许 早在以前 他的命运就会如此 只是我一次又一次地 帮他挡了灾 结果就是 我改了他的音 那就承担了他的国 重来意识 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个道理 未来 我只会全身心地关注自己 谨记这个惨痛的教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新闻 好